人生第一次抽血 就在台中刺激医院的专责病房 小女孩想念家人 却总是贴心地忍住恐惧 不想让护理师姐姐更辛苦 终于可以回家了 欢喜感恩大家的照顾 多么希望每一位入住者 都平平安安快乐回家 我们只要恐惧是恐惧 只有恐惧本身 可是我们彼此之间来制造恐惧 这是现在现况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能是恐惧的病毒 在这个人群里面 在这个医院的单位里面 爱是摸不到的感觉 无可或非大家会害怕没有错 但是你要用什么来克服害怕 你就是要认知 清楚地认知 目前它不是空气传染为主 它是飞沫传染为主 飞沫传染口罩是百分之九十几 可以去阻隔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里面 都是群聚 都是喝茶 聊天 唱歌 那种不戴口罩的场合 它会发生传染 第二个 又清楚的行为 指引 现在的这个状况 与其花时间再去追踪 确诊足迹 倒不如就是口罩 口罩 口罩 这个口罩 第一个口罩代表的是 我出去一定要戴口罩 第二个口罩代表的是说 我如果要把口罩脱下来时间 我一定要缩短 第三个口罩就是在家里面 如果有新的成员回来 或者说你常常在外面 有可能在某些地方工作等等 回来的时候 你也要戴着口罩 吃饭分开吃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把这些该做的事情 让大家安心的时候 就不会是敌暗我明 而是敌明我团结的 那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能够 克服这种种的一个困难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 爱是摸不到的感觉 爱是我们小小心愿 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 爱是摸着头的喜悦 爱是说不出的感谢 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 伤手何时不在乎考验 让爱传出去 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 不管有多遥远 总有早点那一天 让爱传出去 爱是天后爸爸的身体 和她传领 geek 她是天后爸爸的身体 我要把它 平安的带出去 有你的祝福 没有过不去 那我点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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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